一传媒集团准备以175亿台币出售台湾苹果日报 一电视等媒体给亲共财团 引发台港员工忧虑中共黑手染指媒体 台湾与香港员工一起向集团抗议 誓言联手捍卫新闻编辑自主和民主自由 我们在香港的报道 我要苹果 我要黑手 五位专程从台湾来港的一电视和苹果日报员工 星期二晚上和百名香港员工在苹果日报大楼内 响应台湾苹果日报工会近日的号召 抗议一传媒集团将台湾一传媒公司 卖给旺旺集团主席蔡衍明等人 这不只是华人圈的问题 这是整个媒体圈 整个民主自由 跟关系到将来港台 中港台三地的 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这已经牵涉到了台湾的新闻自由 还有我们所有从事新闻工作者 新闻自主 我们新闻自由坚持这个底线的问题 当然不希望这件事会发生在任何一个大中华国体里面 何况我们和台湾苹果全都是一个兄弟的集团 或者姐妹的公司 针对一传媒计划在下周二签约 台湾苹果日报工会将在近期开会商讨 决定如何应对 新唐人记者林秀怡在香港报道